全能神话语朗诵专辑 在神的话中你才能得着开启 所以你要多装备神的话语 在神的话中交通出你的认识 通过你的交通 别人能得开启 能给人带出路来 这路就是实际 在神没给你摆设环境之前 你们每个人先装备神的话语 这是每个人该做到的 是当务之急 先做到会吃和神的话 不会做的是 在神的话中寻找实行的路 不明白的问题或难处 全在神的话里找 使神的话成为你的供应 能帮助你解决实际难处 实际问题 让神的话成为你生活中的帮助 这就需要你下功夫了 吃喝神话必须能达到果效 心能安静在神面前 临到事按着神的话去实行 没临到事你就只管吃喝 有时可以祷告思念神的爱 交通对神话的认识 交通你看神话时 里面有什么开启光照 有什么反应 而且能给人带出路来 这样就实际了 这样做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神的话 成为你的实际供应 在一天的光景当中 你有几个小时 是真实在神面前的 你的一天给神多少 为肉体多少 心总向着神 这是走向被神成全的正轨的起步 你能把你的身心 与你的全部真实的爱 都献给神 摆在神的面前 对神能绝对顺服 能绝对地体贴神的心意 不为肉体 不为家庭 不为自己的欲望 而是为神家利益 一切以神的话为原则 以神的话为根基 这样 你的存心 你的观点 就都摆对了 你就是一个 在神面前 蒙神称许的人了 神喜欢的是 对他能绝对的人 喜欢的是 对他能忠心无二的人 验憎的是 对他三心二意的人 对他背逆的人 他验憎那些 信他 总想享受他 却不能完全为他花费的人 验憎那些 口头爱他 心却背逆他的人 验憎那些 花言巧语 搞欺骗的人 对神 对神没有真实的奉献 没有真实的顺服的人 都是大逆不道的人 都是天性 太狂妄的人 尤其在实际正常的神面前 不能真实顺服的人 更是狂妄的人 更是天使长的孝子贤孙 真实为神花费的人 就是将全人摆在神面前 真心顺服神的一切说话 能够实行神的话 将神的话 作为你的生存根基 在神的话上 能够真心寻求实行的部分 这是实际的 活在神面前的人 你做的 对你的生命有益处 借着吃喝他的话语 能满足你里面的需要和缺少 使你的生命性情有变化 这就满足神的心意了 你按神的要求去做 不满足肉体 乃是满足神的心意 这就进入神话的实际了 谈更实际地进入神话的实际 就是指你能尽上你的本分 满足神的需要 这样的实际行动 才是进入神话的实际 你如果能进入这个实际 那你就有真理了 这是进入实际的开端 你得先做这个操练 之后才能进入更深的实际 想想 想想借命怎么守 在神面前当如何尽忠 别总想什么时候能尽国度 你性情不变化 想什么都白搭 进入神话的实际 首先能够做到 心思意念都为神着想 这是最起码的 现在有许多人 都是在试炼之中 对神的做工不明白 但我告诉你 不明白 你最好别论断 或许有一天 真相大白了 那时你就知道了 这样做 对你有益处 但你不能消极等待 你得寻求积极进入 这才是有实际进入的人 因着人的悖逆 人对实际神总产生观念 这就需要人都应学会顺服 因实际的神 对人是个极大的试炼 你若站立不住 那一切都完 你对实际神的实际不认识 你就没法被神成全 人能否被成全 认识神的实际 这是关键的一环 道成肉身的神 来在地上的实际 对每一个人 都是一个试炼 你在这方面站立住了 那你就是一个认识神的人 而且是一个真实爱神的人 如果你在这方面站立不住 你只相信灵 对神的实际你信不来 那你信神 信得再好也百搭 看得见的神你不信 你能信神的灵吗 你不是糊弄神吗 对看得见摸得着的神 你都顺服不下来 你能顺服灵吗 灵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你说你顺服神的灵 不是说瞎话吗 守戒命关键一条 就是对实际的神有认识 对实际神有认识了 你就能守住戒命了 守戒命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是守住灵的实质 在灵面前能够接受灵的见察 另一部分是对道成的肉身 能够有真实的认识 达到真实的顺服 不管在肉身的面前也好 在灵的面前也好 都存着顺服神的心 敬畏神的心 这样的人才有资格被成全 如果你对实际神的实际认识了 就是在这个试炼当中站住了 那就一切都不在话下了 有人说 守戒命好守 只要到神面前说老实话 说话敬虔一点 不比比画画的 这就守住戒命了 这话对吗 那你在背后做些抵挡神的事 这算守住戒命了吗 对守戒命这事你们得看透 这涉及到你对神的实际有没有真实认识 你如果对实际有认识了 在这个试炼当中不跌倒 这算你有刚强的见证 为神做响亮的见证 主要还是关乎你对实际有没有认识 关乎到你能不能顺服在这个既普通又正常的人面前 甚至顺服至死 你真以这个顺服为神做了见证 那就说明你被神得着了 能顺服至死 在他面前没有一点怨言 不论断 不毁谤 没观念 没有别的存心 这样神就得着荣耀了 顺服在人所瞧不起的普通人面前 而且能顺服至死 没有一点观念 这是真实的见证 神要求人进入的实际 就是要求你能顺服他所说的话 能够实行他所说的话 能够俯服在实际神面前 认识自己的败坏 而且能够在他面前敞开心 最后借着他的这些话被他得着 这些话把你征服了 使你完全顺服在他的面前 这时神就得着荣耀了 神就以这个来羞辱撒旦 就以这个来结束他的工作 在道成肉身的神身上 你对他的实际没有观念 也就是在这个试炼中 你站立住了 你这个见证就做好了 若有一天 你对实际的神有完全的认识 能像彼得一样顺服至死 你就被神得着了 也就被神成全了 神所做的不符合你的观念 对你就是个试炼 如果符合你的观念 就不需要你受苦了 就不需要你受熬炼了 就因着他的做工太实际 不符合你的观念 需要你放下观念 所以说对你是一个试炼 因着神的实际 所有的人都处在试炼之中 他做工实际不超然 实际的说话 实际的发声 你认识透了 没有一点观念 而且他做工越实际 你越能真实爱他 这样你就被神得着了 神得着的一般人 是认识神的人 也就是认识神的实际的人 更是能对神的实际做工 顺服的人 在神道成肉身期间 他要求人的顺服 不是向人想象的 不论断 不抵挡 而是要求人 能将他的话 作为人的生活原则 作为人的生存根基 绝对地实行出 他话的实质 绝对地满足他的心意 要求人顺服 道成肉身的神 一方面只实行他的话 一方面只能顺服 他的正常与实际 而且都是绝对的 达到这两方面的人 都是有真实爱神之心的人 都是被神得着的人 都是爱神 如爱自己生命的人 神道成肉身 是带着正常实际的人性 来做工 这样 他的正常 而又实际的人性外壳 就成了人极大的试炼 成了人最大的难处 但神的正常与实际 是难以避免的 他想尽办法 但最终也不能取缔 他正常人性的外壳 因为他毕竟 是道成肉身的神 不是在天上的属灵的神 不是人看不见的神 而是带有受造之物外壳的神 这样取缔他的正常人性的外壳 谈何容易 所以 无论如何 他还是以肉身的角度 来做他要做的工作 这工作就是正常与实际的神的发表 人不顺服又怎么能行呢 人怎能奈何得了神的作为呢 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高兴怎样就怎样 人不顺服又能有什么良策呢 到现在还是顺服能将人拯救 其余还没有什么高招 神要试炼人 人又有什么办法呢 但这些并不是天上的神的意思 而是道成肉身的神的意思 他要这么做 那人就谁也改变不了 天上的神都不干涉他的所作所为 人不更应顺服他吗 他虽实际又正常 但他一点不差 就是道成肉身的神 他按着自己的意思 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天上的神将所有的任务都交给了他 他怎么做你就怎么顺服 尽管他有人性 尽管他太正常 但这一切都是他特意的安排 人又怎能瞪大眼睛看着他 对他不满呢 他想正常就正常 想活在人性里就活在人性里 想活在神性里 随便人怎么看 神总归是神 人总归是人 不能因为一点肢结小事 而否定其实质 也不能因为一点小事 将其推出神的位格以外 人有人的自由 神有神的尊严 这都互不干涉 人能不能给神点自由呢 就不容让神也随便一点吗 对神不要太苛刻了 大家彼此都包容包容 事情不就都一了百了了吗 还能有隔阂吗 这么一点小事都不能容让 还谈什么宰相度里能撑船 还做什么大丈夫 不是神跟人过不去 而是人跟神过不去 总是将芝麻大的事 当作天大的事来处理 实在是小题大做 太不应该了 神在正常实际的人性里做工 做的不是人的工作 而是神的工作 但人不看他做的工作的实质 总是看他的人性的外壳 这么大的工作 人没看见 却偏偏看见了 神的普通正常的人性 而且还抓住不放 这怎么能叫顺服神呢 天上的神 如今变成了地上的神 地上的神 如今就是天上的神 不管其外表是否一样 也不管其做工到底如何 总之 做神自己的工作的 就是神自己 你顺服也得顺服 不顺服也得顺服 这不是由你选择的事 是神就应被人顺服 是人就应绝对地顺服神 不得有半点虚假 道成肉身的神 今天要得着的一般人 就是能合他心意的人 人只管顺服他的做工 不要总惦记天上的神的意思 不要总活在渺茫之中 不要总是 与道成肉身的神过不去 能顺服他的人 就是绝对听他话 顺从他安排的人 尽管这些人 根本不理睬天上的神 到底如何 也不理睬天上的神 到底对人类 正在做什么工作 而是将心都陷在了 在地上的神面前 将全人摆在了神的面前 从不考虑个人安危 从不计较 道成肉身的神的正常与实际 顺服道成肉身的神 就能被道成肉身的神成全 若是信仰天上的神的人 将一无所获 因为赐给人应许 赐给人祝福的 不是天上的神 而是地上的神 人不要总把天上的神尊为大 把地上的神看为一个普通的人 这是不公平的 天上的神是很高大 也很奇妙 有惊人的智慧 但其根本不存在 地上的神是很普通 渺小而且也很正常 没有超人的思维 与惊天动地的作为 只是很正常 又很实际的 做工说话而已 并不打雷发声 也不呼风唤雨 但它的的确确 就是天上的神的化身 的的确确 就是活在人中间的神 人不要将自己能领受的 合乎自己想象的 当作神尊为大 而将自己难以接受的 根本想象不到的 看为悲 这都是人的悖逆 都是人抵挡神的根源 这都是人抵挡神的 人抵挡神的 人抵挡神的